哈囉歡迎來到DBS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戰車世界這個遊戲裡面的一輛 算是蠻有情懷的一輛戰車吧 那就是虎一式戰車Tiger 1 這一場先跟大家講 這一場最後是拿了M牌 然後傷害啊 這個 扛傷都蠻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 虎四重型戰車在遊戲中的表現大概怎麼樣吧 這台戰車畢竟是 戰車世界裡面非常經典的一款車 應該說他在這個遊戲在十年前 剛開始測試的時候就有 那也是我個人非常喜歡 我當時 我在十年前第一次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我也是為了這台車來的 然後花了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就把他練到手了 而且我當時做了一件很中二的事情 就是 因為我覺得說 這個虎四就是要帶那隻短八八炮 長八八炮是不行的 所以遊戲中儘管有 然後我記得我短八八可能打了 他打了兩年吧 就是一個很中二的狀態 而且在當年金幣蛋還是要用金幣買的 所以是一個很 困苦的時候 可是我那時候還蠻開心的 可能就覺得說 虎四就是應該這樣吧 而且其實 十年前也沒有什麼 其他戰車遊戲可以玩 所以 戰車世界戰那個時候 確實是一個很新潮的概念 這幾年這類型的遊戲也還多 但當年他算是先去 那不管怎麼樣 這台戰車一直 有一個大家一直很尷尬的一個點 就會覺得說這台車 性能不好 然後裝起來很爛 然後什麼之類 但我覺得說 可能是說 WARGAMING 畢竟對於這些比較中低階的車 就比較不會去打那種 電競的車 他們其實對於他的 至少裝甲數據這種東西 還算是蠻歷史的 所以虎四的裝甲一直沒有被 強化 他砲塔有稍微強化 但是其實車身就是那樣 他歷史上是100就100 可是他還是有強化一些東西 像大概兩三年前吧 大強化一次他的射速 然後之後虎四基本上就是高DPM的代名詞 所以在這場 戰鬥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的射速其實很高 我的組員當然算專業 然後又有裝裝甲機 那 這樣子的配置之後 可以讓他的射速壓在 大概六秒多一發 然後DPM是2600多吧 所以其實在七階來講 是非常可怕的 那 其實這在之前就已經很高了 那最近變得更高 是因為在上一次175 加強的那一次 就是德國重戰車們都統一被加強 的時候 然後這個時候虎一也獲得了加強 他的單發傷害從原本的240 變成280 所以其實280是很好用的 因為280 而且我記得他好像加了傷害之後 射速沒有什麼調整 所以他DPM變得更可怕 所以2600多是很高的 那其他的數據差不多 穿甲力也是203跟237 那其實金彈237也算不錯啦 那像我們現在看到這種 分房 其實算是一個蠻標準的分房 就是我是7階 然後上面有8階 下面有6階這樣 呃 那 所以其他的高射速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包含說 壓制敵方射量啊 然後斷腿啊 什麼的 那其實280的傷害也非常夠用 那在這邊 呃 可以看到就是說 欸其實 我現在其實 在城鎮戰裡面 我有點走錯位啦 我走到這個地方去卡住了 可是呢 呃 那 我就盡量 因為其實虎視裝甲是真的不好 但是就是要擺腳 對 在挖當的影片也有講過 這車就 畢竟他是方的 然後他四周裝甲後座都差不多 所以他不擺腳不行 所以你看 其實我在這個狀態下 雖然我已經被定在這邊 可是我就利用 這個 前面這個教堂 有沒有 這個柱子的位置 然後擋住我脆弱的正面裝甲 然後露一個側面 其實我覺得 這種 逆斜角的擺法 是玩重型戰車一定要必備啦 所以其實你看我 因為這樣子的擺法 我在這邊 扛了一千多傷 對 那之後就 趕快跑 發現不行啦 那邊也是 這個 救得了一時 救不了一時 那現在看到 這邊有台KV3 然後 有台虎才會打他 這一發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打中 可能是因為 車子的懸吊還在 定位的狀態 所以 那一發打偏 但之後就 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高射速可以得到完整的發揮 6秒裝填真的非常舒服 那反正巴拉炮的炮控當然也不錯啦 所以整體來講 其實這台車真的就是 我覺得WARGAMING給他做了一個很好的平衡 就是讓他的傳奇依然能延續 就是說 今天我不是說給他一個 莫名其妙200毫米的裝甲品之類的 而是說在 既有的他的限制底下 然後 強化一些遊戲中可以 變好的數據 包含說現在看到就是射速嘛 其實你說他的射速高嗎 而在遊戲中當然高 而在實質上其實也差不多就這樣 理論上 短八八的虎視 當然歷史中也只有短八八的虎視啦 他那一門炮的理論射速 我記得是可以到15發左右 那當然就是理論射速啦 不含去拿彈藥什麼的時間 所以 那在遊戲中其實給到快10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對 所以讓他整體的感覺更好 更舒服 那其實這邊已經打差不多啦 已經打了2400多傷害 然後 最後 這隻犀牛 我那時候想說 犀牛 這個車沒有什麼裝甲嗎 那我就來裝高爆 用高爆打打打打看 畢竟高爆傷害更高 本來穿還在260 高爆好像 差點到27還多少 結果 第一發 不知道為什麼竟然沒有穿 可是打到什麼 他炮 對打到太平柄 好像打到太平柄 他那個等效超過的 但是我不知道 畢竟高爆彈穿身44 應該是打得穿 對 所以這場戰鬥差不多就算是到為勝了 所以其實 我覺得 這台到現在玩起來依然是很好玩啦 就是 他的高射速 那他的模型做的也很酷 其實 可是 塔克斯大多份車輛模型都做的乖乖的 可是 這一台虎式的話 他其實在當時 就 有引入一個類似 就是現在 那種3D外型的概念 就是你看他 外型有很多這個 木棍啊 然後鐵絲網啊 機槍啊 什麼之類的 甚至還有我最喜歡的MP44也在上面 對啊 就還蠻特別 那當然這個外型 有好有壞啦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當然就覺得說 為什麼車子這麼破爛 就是不應該有戰鬥一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看人喜好 當然 不管怎麼樣我認為 其實挖跟名的車子 就是戰車世界這個遊戲 其實車子出的差不多 與其說在出圖子下 其實我倒覺得 給一些更個人化的 車輛設定會不錯 包含說其實外觀啦 他目前遊戲中 3D skin是要花錢嘛 那如果你今天 不一定說要花真的錢 可能遊戲裡面的錢 然後更多的選擇 因為說實話 那戰車的發展 本來比如說以虎視來講好了 虎視也有分什麼前期型 中期型 後期型啊 然後各個不同戰線的虎視 其實都有不同的 因為戰鬥中做的一些小改進 那我覺得這都蠻有趣的 那今天如果他們有時間的話 讓建模師來多做一點這方面的努力 會蠻有趣的 我會願意買蛋啊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好 那今天的這個虎視M牌影片 就大概先到這邊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也歡迎點讚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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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這次趟